说起六小灵童这个人相信现在基本上不管是上了年纪的老人还是十几岁的孩子,基本上,没有人是不知道他的大名的,特别是他主演的《西游记》,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 六小灵童是一位国家一级演员,而且还是一位大学的兼职教授六小灵童,这一生,也算是出演过不少的作品了,像是《欢天喜地》七仙女中的《太上老君》,《北平战雨河》的《胡适》等等等等,但是他在这些作品中的名气远远不如在《西游记》指的孙悟空来得大,1982年的那版《西游记》,现在来说真的是一代经典了, 六小灵童在《西游记》中饰演的就是一位主角孙悟空,因为从小就是出生在一个侯王世家,所以六小灵童在《西游记》中的表现也是十分的亮眼,将侯王孙悟空的形象饰演得淋漓尽致的,而现在一起提孙悟空很多人第一个联想到的人物就是六小灵童了,虽然说六小灵童因为这件事名气大增嘛,瞬间成为 了一个人人之小的大明星的,但是这突然的出名也给他造成了很多的麻烦,大家都知道在娱乐圈中的明星,很一部分人不管是演电视剧还是干嘛都是用一名,对于他们的真实名字很少会提及,而六小灵童这个名字也只是一个一名而已, 六小灵童的真实名字叫做张金来,因为当年在出演《西游记》的时候用的是一名,对于他的真实名字很少有人知晓,所以在成名之后,张金来老是在拿着真实身份证去机场过安检,的时候还曾经被人拦下来过,说他这是假身份证, 这种情况张金来也不是第一次遇见了,为了不打麻烦,张金来就向公安机关进行了申请,在得到了公安机关的认可之后, 重新办了一张身份证,而新办的身份证上的名字就叫六小灵童,只是身份证号码什么的都一样,只是名字不一样罢了,现在张金来也是中国唯一一位拥有这两张身份证的合法人,因为西游记的关系,六小灵童现在也是受万人尊敬,而据说前段时间六小灵童要重拍一遍西游记, 而在新的西游记中,他将不再饰演孙悟空,而且出演唐僧,也不知道到时候片子上映之后,大家会不会太出戏呢? 本文素材来源于网络,亲全请联系删除